這一塊豬扒粉紅嬌嫩, 晶瑩剔頭 一個字, 漂亮 經熱油一煎 這一塊豬扒金黃有人, 肉汁豐富 兩個字, 好味 小朋友, 是焗豬扒飯嗎? 是 焗豬扒飯是從小吃到大的 港式西餐 盡佔各大茶器和快餐店 這麼多人喜歡, 因為它好吃, 打麻煩 因為豬扒很厚, 飯也很香 主角豬扒來自巴西 這麼大塊, 能否擺放? 通常一塊手掌這麼大 厚度就五分半左右 比外面厚一點 厚度兩分至兩分半左右 太薄, 吃下去就沒什麼厚感 我看你調味料很簡單 其他飯底和醬汁都有味 所以這個反而不用那麼濃味? 對, 所以不用那麼濃味 我們上了麵粉, 然後再蘸雞蛋 通常這些炸爐是不行的 一開始要放下去, 搶掉蛋漿的皮 然後慢慢浸熟 一開始油溫搶不到, 蛋皮沒那麼漂亮 要整個蛋皮黏住豬扒 結不住肉才行 豬扒要又大又厚 飯就要乾身又香 粒粒金黃, 一定要炒底 飯底最重要的是乾身 還有飯炒得粒粒粒 飯跳得像蝦米般彈起來 這樣就最漂亮了 就像現在這樣跳 對… 外面人家也是炒好一盤, 炒上去 通常都是收到訂購 然後再下鍋炒一盤, 像現在這樣 如果炒好一盤, 飯底有油溢味 醬汁的材料有甘筍、菠蘿、蘑菇片 還有洋蔥 我加甘筍和菠蘿 是讓它沒那麼膩, 和清甜一點 一般這鍋汁都要熬一個小時 一般是一殼汁, 鋪平臉 它遮蓋在飯, 飯就不會乾身 如果遮蓋不完, 飯就很難吃 我們已經放芝士去烤, 香脆一點 有拉絲的感覺 烤20分鐘 新鮮做完後有氣泡 豬扒飯是一個很永恆的配搭 也是最好吃的配搭 豬扒加茄汁加芝士, 再加上焗 每樣東西都即叫即做的話 那些客人很受歡迎 平均是100元 有時候最高峰的時候 我們試過300元也賣過 豬扒, 總會有人喜歡吞 像這個男人一樣 一對, 夜又一對 還要一對就吞了十多年 因為他開了一間食肆 專門吃…豬 他對豬扒更加不會連香食慾 還很粗暴 最主要兩邊都打得均勻一點 打得一塊豬扒就脹起來 一直這樣打 兩邊都要打 瘦的就大力點打 薄的, 肥的就不要太大力了 這一塊豬扒比較肥 太大力就會穿 纖維鬆了 稍後可以吸收醬汁 就會脹起來 豬扒就夠軟了 一般來計很多都未必會這樣做 因為程序比較繁複 而且都浪費時間 現在很多可能有些都會用鬆肉粉 梳打粉去做 效果快很多 但如果你真的懂得吃的 一吃就吃得出 我現在這裡的六十磅豬扒 平均都要做一個半小時 至兩個小時都不奇怪 就算是吃得出來的 醬汁令豬扒美味升級 配方全公開 不怕你抄, 只怕你學不到而已 醬汁有花生、魚露和蝦米融 炒醬汁, 比起任何生抽、老抽、麻油 都不及 因為花生和蝦米混合炒醬汁 是很香的 店內大大張通告 提示吃豬扒十分鐘起跳 等二十分鐘是必要 為何等到頸部都搶? 因為吃好的東西要慢慢嘗 為什麼要用二十分鐘? 要客人等二十分鐘 因為本身豬扒厚, 炸就可以很快 煎一定是很久的 而且煎豬扒的程序 差不多和燒野食、燒雞翼 真的沒什麼分別 煎到差不多, 要反一反 雖然未夠式, 但你也一定要反 讓兩邊均勻地不停地反煎 所以時間就是耐煮 控制火路也不可以大 如果你太大, 放下去就已經焦了 煎就會保持到差不多大塊 因為肉汁鎖住了, 就不會流失 如果一炸, 會把水分蒸發 豬扒就會縮水 三目豬扒 吃我吧… 外層松菜熱辣辣 內層汁又夠滑 筒豬麵是最佳配搭 一濃一淡, 很合格 豬扒本身咬下去 豬扒還有保留肉汁 沒那麼乾身, 這裡弄得很鬆 顏色看起來挺好看的吧 比較香 格仔桌布, 場上掛中, 幽和燈光 在這間50年歷史的西餐廳 可以找到幾乎消失的味道 李日日晚餐供應了 沙丹豬扒這道菜式 就是一個大約起源於 五、六十年代的 傳統港式豬扒西餐 沙丹豬扒其實只有香港才有 獨一無二 知不知道沙丹豬扒 為什麼叫沙丹豬扒? 真的沒吃過 沒吃過 很有趣, 沙丹豬扒的名字 究竟是什麼料? 讓大家看看 一塊煙肉, 一隻太陽蛋 橙紅色的番茄味醬汁 一塊豬扒 最後就是薯菜或飯 看完碟飯, 可能仍然會拋頭 究竟為什麼叫沙丹呢? 沙丹豬扒是因為很久以前傳下來的 所以一定要保留自己的傳統 也是用煎的 西餐廳一般都是用煎的豬扒 尤其是港式餐廳全部都是用煎的 因為很傳到那股味道 沙丹豬扒裡有一個單字 會吃的是蛋的意思 我們一般會放太陽蛋 就代表那個叫沙丹豬扒 然後我就放那個… 煙肉 以前的人覺得沙丹的豬扒 就好像比較單調 覺得好像那樣東西不太名貴 但如果有煙肉放出來 就比較好看 在醬用番茄和洋蔥等等材料 熬24小時的醬汁加熱 豬扒吃起來, 當堂滷滷滷 這個就是沙丹豬扒 做法也知道, 丹就是蛋也知道 那沙丹是怎樣解釋呢 沙丹的名字其實是沙丹 沙丹是一些葡式的汁醬 去做一些食物 當時我們香港在華陽雜柱的地方 我們會拿不同地方的汁 或者不同的菜式 加入我們港式的元素 就做了一些特色的餐 沙丹豬扒其實拿了一個葡式的醬汁 加了我們的港式元素 因為它翻譯中文變成沙丹 丹和蛋有諧音 加了一隻蛋 已經可以令餐更漂亮 又有一個元素 人們就覺得沙丹就知道有隻蛋了 吃到今時今日, 如果沒有一隻蛋 那個就不是沙丹豬扒 材料這麼大堆頭 奇奧傳遞要很大胃口 很特別 本身的配搭比較多 就這樣看下去就已經… 可能不會太粗, 就這樣吃豬扒 這樣, 其他菜可以吃一下 沙丹豬扒